fansupermart.com 這個債券投資工略工作坊 我們就有這個介紹 會跟大家講關於債券的投資 都是大家推介我們這個Webinar 我們今天跟平時的Webinar有少少不同 我們這次都會講關於債券的投資 跟平時我們有關於集資金 或者一些全權委託帳戶有少少有分別 首先在講我們的債券的投資之前 我們都會講一下近期我們市場上 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一些市場的更新 我想現在市場上 下面投資者最關心的都是美國 什麼時候會加息這個情況 大家可以看回 接下來12月16日 就有美國聯儲局的會息 即是一個議息會議 我們都在兩個不同的日期 都看過一個關於 都看過一個關於意息會議 究竟加息的確率會不會很高 我看回上次在10月22日 就說如果預期在12月16日加息 其實只有43.8%的人士 或者一些分析會認為有43.8%會加息 而在今天最新的情況下 就有74% 而預期在下年的年底 即是說在11月之前會加息 或者利率會有一個動動的話 其實是多達97.4% 即是截至今天為止 這些是一些利率期貨入面 做出一個分析 所以大家會看到 其實說 大家對美國加息的預期 都是非常之高的 也就是很大機會 接下來美國利率就會向上升 下一個視頻就會看到 總共有17個聯儲局委員 其實有13個認為今年內會加息 這個是聯儲局在9月17日 即9月份的議息會議之後 都出過一個報告 或者一個報告 就說有13個認為今年內加息 另外有3個認為下年內都會加息 那很多人都會擔心 那接下來美國會加息 其實都預期之內 那究竟美國加息的幅度 或者那個程度會加到怎樣呢 那大家可以看回 那你看到15、16、17、18年 那都是會不同的時段 都會有些點在那裡 那些點的意思就是 就代表一個聯儲局委員 那你看到 如果說2015年 其實是有一個聯儲局的委員 就認為是會繼續維持零息的 那而有一個就會接近去到1%的水平 那去到2016年呢 那個情況就會比較上 開始上升了 那說著 那些人 就是聯儲局委員 會覺得利率的情況是大概1%至3%不等 那而去到2018年呢 那其實在說著呢 那個利率的情況大概去到3%至4%的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那聯儲局加息呢 那其實是事在必行 那但是我們會認為呢 加息那個情況不會是很急速的 也都不會說一下子加的幅度會很大 那我們都會覺得聯儲局 都是用一個我們叫做比較緩慢的速度 或者是比較輕微地加上去的 就不會真的對市況是一個很大影響 無論債市或者股市都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預期 其實在說著 聯儲局都會加息是事作必行的 那一些市場的更新 就剛剛說了一點 就是大家最關心就是加息 那其實大家要知道 加息對債券有什麼影響之前呢 首先都要知道什麼是債券的投資的 那這裡呢 因為我們都會比較上叫做顯錢一點 那基本一點這樣講一下 什麼是關於債券的投資呢 那也會講一下為什麼要投資債券呢 因為很多香港的市民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工具的 那香港都是一個比較上發達的金融市場 那講著股票 基金 或者樓市 甚至乎其他的衍生工具 都是一個投資的產品 那現在也有很多不同的 currency 或者一些貨幣的工具去做投資 那為什麼要買債券 而不去選擇其他的投資產品呢 那也是一個的 topic 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另外 那很多人都會問 有債券基金 那其實和直接去投資債券 有什麼分別呢 那剛剛都提過了 究竟加息周期 對債券有沒有一個大異影響 那都會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其實什麼是債券呢 其實債券呢 簡單來說就是由一些企業 或者由政府去發行的債務證券 那如果投資者去買入將債券呢 就是等於向一個發行人去借出資金 那發行人也都承諾 他要在債券到期日的時候 要償還一個本金的 和定期支付的利息 那所以大家都會看到了 那其實債券呢 和其他投資工具會有少少分別的 那第一就是債券會有一個到期日 那就是在說 譬如將債券 他設定了在2018年的10月10日到期的 那他就要在2018年10月10日 那時候呢 就要將本金上還給投資者 那另外也都會有一個 定期支付利息的特點 那當然了 有一些債券 他在說是一個 浮飾的債券 或者浮飾票據 又或者有一些零息債券 那那些當然未必會有一個定期 或者不是一個定息 那但是我們平台上呢 就是Bronze as FSM 這個平台上面呢 那所有的債券呢 都是會派息 亦都是會定期支付利息的 那所以也都可以知道 債券其中一個特點呢 就是會有個票面息率 那譬如將債券去發行的時候 他說的票面息率是8% 基本上呢 發行油就是承諾他每一年 要派一個8%的利率 那通常我們平台上面的債券呢 是半年派一次息的 即是一年派兩次 那另外也都會有一個 叫做票面值的一個特點 那票面值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英文這樣說 就叫做Norminal Value 那就是把債券發行的時候呢 他會設定一個的票面值 那通常的票面值呢 就是100萬人民幣 或者20萬美金 那港幣的債券呢 通常都是100萬為主的 那當我們知道過到期日 知道過票面利率 那也都知道過買入價格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知道有個 即是可以計算出一個到期收益率了 那我們債券來說 通常都是著重到期收益率的 那因為你買債券的時候 你如果在一手市場買 你的價格可能是100元 那但是你在二手市場上面呢 那個價格會 都會有一個浮動的 那在說價格 可能你在折扣的 就是一個折扬的價格 可能95元買也不出奇 或者你是一個比較 日價的水平買 可能105元買也不出奇 那所以呢 那你如果只是看過票面息率呢 就未必可以真正計算到自己的回報 那所以我們都會計算出一個到期收益率 就是考慮了那個價格 你買入的價格 還有那個票面息率 你每年收益多少的利率 一直持續到到期的時候 你每一年那個回報大概是多少 那就會有一個到期收益率的特點出來 那很多人都會問 那剛剛正如我所說 那香港很多投資產品 那買股票也可以 買基金也可以 買房子也可以 那為什麼有投資者會投資債券呢 那我相信第一個特點 比較重要就是一個 叫做保管的一個特點 或者叫做好處 那當然了 保管是不是一定是 好像放到銀行做支付 那樣一定保管一定保管 那當然未必的 那我們說保管的意思就是 只要那個發行人 他不違約的話 那你到期的時候 是會拿回管金的 那當然了 那個價格是會有波動 因為剛剛提過 債券上市之後 在二手市場上買 他是有機會上到 就是100元以上 或者他跌到90幾元 80幾元都不奇怪 當然會有波動的 但是如果投資者持有債券 一直持有到期 而將債券 拿回管金的話 那就叫做可以獲得一個保證 收回管金的一個特點 那另外剛剛也提過 也會有一個穩定的收息 那我們平台上債券 多數都是每半年 派息一次的 有些可能是一年四次 就是每季派息 那有個特點就是每季會收息 那而且那個派息次數 和那個利率也是固定 那說的是把債券發行 去issue的時候 其實已經set了那個 派息的狀況了 譬如票面息率8% 那他已經叫做guarantine 每年要派8% 也set了每一年派兩次 假設他將債券 是10月30日發行的 那他每一年的10月30日 和6月30日就要派息了 那另外也可以做到一個 分散風險的作用 因為通常傳統智慧都知道 債券和股票的相關性比較低些 那很多時候股票市場做得不好 比較弱的時候 那債券的market 都是會有一個比較上做得好的表現 那原因就是 股票通常來說 都是比較上叫做高風險 或者叫做一個風險的資產 那而債券呢 通常來說 都是叫做一個叫做避險資產的 那就是說 風險資產做得不好 那些人擔心 要取得一個rex的時候 那些人想rex off 就會把資產 放進一些比較穩陣的債券投資那裡 那當然了 債券有分很多不同類別的 那說有一些可能是 就是投資級別債券 或者有些是政府債券 那那些當然叫做 相關性 就是跟股票相關性 是更加低 那也都會比較穩陣一些 那但是說一些企業債券 或者高收益債券呢 那相對那個風險 或者風險就比較高一些了 那跟股票相關性 也都可能會比較高一些 那所以不同的債券是有不同的情況的 那我們其實都 分Supermark 一直都是做基金的投資 或者是做基金的投資 先 那我們去年開始做了債券的投資 那很多投資者都會問的了 那你們又做債券又有基金 那基金裡面也都有債券基金 那很多人都會問 那我應該買債券 應該買債券基金呢 那分別是在哪呢 那我都經常收到會有這樣的問題的 那現在都和大家去講一講 那分別是在哪 那在償還本金方面呢 那如果投資者投資債券 即是一張一張買入 一張直債 我們叫做直接買債券 那說的是 除非那個發行人違約 否則的話 發行人會在債券到期日的時候 或者他收回債券 可能有些債券是一個叫做 可贖回的條款 那他在贖回債券 或者在債券到期的時候 就會向投資者償還本金 所以可以這麼說 債券也是一句 如果那個發行人 他不違約不投資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拿回本金 沒有本的投資 但是債券基金呢 就沒有一個到期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你債券基金 你那個叫做 那個回報的來源 其實都說的是一個利息 就是看看會不會中間派息 還有你買入買出價格的分別 那他沒有到期日 所以如果你賣出價格 是低於你買入的話 那你會有一個損失 那不保證會償還本金 那至於在定期收入那方面 債券呢 通常就以票息的形式去派 剛剛說過 有些是每季 那我們平常上 多數是每半年派息的 也有每年派息也會有的 也會有一個指定的金額利息 那就是說他發行的時候 假設將債券的票面值是100萬 即是無論是美金或港幣 那我先當港幣 如果他在說他的票面息率是8% 那他就要每一年 同投資者就派發8% 即是8萬港元的一個利息 那如果他說他派息的次數每年是兩次 即是每半年派一次的話 每一次就要派發4萬港元的利息給投資者 那而債券基金呢 就沒有定的 那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 某某基金公司出的債券基金 那在說那個派息很吸引 那在說那個派息率是有10% 有些人民幣對沖可能更加高 12-13%都有 那大家要知道了 那他那個派息呢 第一他不是保證 他沒有保證一定是會派多少 那他會看回情況 他可能會派得多 派得消不出奇 那也都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那個股息 就是他派的那個Dividend 其實是很大可能會在投資組合裡面 派出出來的 即是說他把投資者的錢 先派給你 所以你很多時候 就是會看到那個基金價格 或者叫基金的資產淨值 其實一直會下跌的 那因為他可能他在下跌的 他裡面那個投資組合 他都是買債券 那他債券收的息回來 假設是可能只有5%或者6% 那但是他要派給投資者 他要派10%以上的話 那他唯有就是在資本上面 去派給投資者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一方面投資者是收到息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個基金價格就會不斷去下跌了 那對投資者來說 這個未必是一個很好的事來的 那當然了 各有好處 就是剛剛說了 可能債券在某些方面有些好處 那其實在分散風險方面 那其實債券 就是如果你只是買一張債券的話 那當然那個風險也是比較高的 就是在說集中性風險的問題 那而債券基金呢 就可以投資一隻債基金 它裡面可能有一百隻債券 甚至乎一千隻債券 那是投資在不同發行人發行的債券 那上升卡質素也有不同 還有到期日也有不同 那在各方面也可以做到分散風險的 那所以債券基金在這一方面 也比較上有一個好處 那而在流通性方面呢 那因為債券呢 尤其是我們平台上的債券 都不是在交易所做買賣的 那我們都是叫一個OTC的 我們叫over the counter 就是一個場外交易 那說著如果你手上持了一張債券 你要賣出的話呢 其實你是要找對家去買你的債券 那當然這個也都好像跟股票一樣 都會牽涉到一個流通性的問題 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基本上你每一天會有資產正值 你想把基金VD不想銷售的時候呢 基本上都會一定有價錢去幫你收回那隻基金 那所以在流通性方面 債券基金就會比較好些 那這裡會有一個我們叫做總結 就是講回債券基金和債券的分別 那你會看到在投資 就是最低投資金額那裡 那債券基金的確是比較上 叫做二入場一點的 那講完八千元或者一萬一千元 其實一千元美金都已經可以做一個投資了 那而債券方面呢 其實那個入場費的確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通常是人仔一百萬 或者美金二十萬美金的 那你買一張債券 都已經是超過一百萬以上的投資了 那那個入場費是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那所以呢 那市場上面 要找到買債券的平台也不多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我們叫做 私人投資銀行呢 或者私人銀行呢 才會去做這些 提供這些投資服務的 那在銀售的層面呢 其實就不多公司是會做到這些債券的 那另外在稻券方面 剛剛講過了 債券基金就沒有稻券 那直接買債券 就通常都會有一個稻券的 那有一個情況就例外的 那就是永續債 那有一些債券是叫永續債的 我們叫perpetual bond 那些就沒有稻券的 那如果一間公司一路不結 一路都是沒有default的情況之下 它就一路都排斥了 但是通常那些永續債 都會有一個可贖回的條款 就是在某一段的日子 或者某一日之後 可以用一個特定的價錢 去贖回一張債券 那在收入的部分呢 就是在投資者的回報 簡單一點說 那債券基金呢 就會有一個息率 當然 那息率其實是不固定的 也不是所有債券基金都會派息的 那其次就是在說 那個資本的一個得或者失 那就是說 你賣出的時候 那個價格 跟你買入那個價格的差距 那如果你賣出的價格 高於你買入那個價格 當然你會有一個 叫做profit 有錢賺 那倒轉的話 就會有一個損失 那而債券方面呢 當然你在債券到期之前 你都可以在二手市場上做買賣的 譬如你說 我在一個discount的情況之下 95元買了一張債券 我看到債券升上100元 當然你可以在二手市場上賣出一張債券 那就叫做賺了5元的利潤 中間也會收到息 那又或者你說 我想一路持有債券直到期 那其實到到期 那個發行人無違約 你就會收回本金 另外也會中間收到票面利率 一路持有債券都會收到的 那麼票面的息率也是叫做一個固定的 那另外派息方面 剛剛都提過的了 那債券基金呢 就真的取消一間金公司 或者個別基金的派息政策 那它可以派可以不派 可以多可以少 那它如果派得多的時候呢 也都有機會會在資本上派出來的 而令基金價格下跌 那而債券就不同了 債券呢它是會定時定後派發固定的息率之外呢 它的派息也不會影響債價的 那原因就是呢 債券裡面有一個特點叫做 一個應計利息 其實你拿著這張債券 你拿著每一天 你都會收到一天的息的 那有些可能把你每年收的息 除360日 有些是除365日 那看回每一張債券會有不同 那只要你持有一張債券 你持有一天就收到一天的息了 那所以呢 它就不會說 它在債券上面 或者在某一些地方 它是會要令到價格下跌 派給投資者 那就不會存在這件事的 那在分散風險方面 那債券基金剛剛提過了 是有投資日南支債券的 可能一百隻 二百隻 甚至乎一千隻不等 那麼分散風險上面 是做得比較好些 Hutchwood中間有一兩隻的債券 一兩間公司 它真是違約了 也不會對整個投資有很大的影響 可能說的是幾個百分之的損失 那但是債券就不同了 因為債券的入場費比較高些 說的都是一百萬以上 那我相信未必很多投資者 可以買很多張債券的 那可能很多投資者 只是我買到一張兩張 那會有一個集中性風險 在這裏的 那所以就 投資者投資的時候 就要審慎些去選一些 比較上大家信得過的債券 那流動性方面呢 那債券基金就剛剛提過 就在任何時候 你想贖回這支基金 都是可以贖回到的 那而債券就視乎有沒有報價了 那但是呢 通常以我們的經驗所得 那很多時候 如果說想賣出債券 那只要你想賣出的價 不要偏離市場價太遠 那其實賣出就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啦 總括來說 那其實就沒有一個絕對答案的 那所以我們都跟一些投資者說 那都要看回投資者的風險取向 和投資目標是什麼 那債券的投資門檻就比較高些 那但是它就可以提供一個較穩定 和可預期的現金流和回報的 那大家都會知道的了 那你買了一張债券 那只要那張债券 它不代表的話呢 那你就一路都收到一個可預期的利息 那但是你其他 其他投資產品呢 就算你買股票好 買基金好 其實都未必一定會收到一個利息的 或者不一定有一個 預期的現金流 投資者也會問啦 那有一些債基金的股息率很穩定 那有些還會派息 那如果想要穩定收息 那為什麼不投資債基金呢 剛剛其實也提過的了 那如果它會派一個固定息率 而固定息率 它派出來的息是高過它的債券 underlying 裡面持有債券組合 收回來的息率的話呢 它就被迫要在資本上派息了 那就令到基金的資產增值下跌 那對投資者來說 一般總回報就未必是做得很好了 那我們很多時候都收到投資者的查詢 就是我明明我買一隻債券 買一隻基金 賺基金 我為什麼買完之後 價錢就一直不斷跌下去呢 那有時候我們都會跟客人解釋 除了去買那個債券 當然去裡面買的債券 都那個價格會有上 會有下 會有一個幫副之外呢 那也都是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派一個息率出去 而他收回來的息率不夠派 那就要在資本上撕出去 那所以總括來說 如果希望可以有一個穩定和可預期的收入的話呢 那債券可能會比較適合投資者 如果投資者是想做到一個分散風險的作用呢 那可能債券基金就會比較適合 那剛剛也提過了 那接下來呢 12月又有一個議息會議 那下年也有不同的日子 有一個議息會議 那加息也是不遠的了 那在加息的幅度 或者加多少% 那很多人都會擔心 那整天都聽的了 加息就會對債券價格有影響 即是說息升的價跌 那這個是一般投資者 或者很多人都 就是一個概念 在我心中有一個概念 是會息升的價格會跌 那可以給大家做個分享 那其實過往20年呢 那其實美國有三次加息週期的 那其實不同債券類別呢 對加息週期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那在說遠一點 是1994年到1995年 那在這一年裡的加息週期呢 比較上高風險的債券類別 例如一些高收益債券類別 那在說標準普爾的評級 是三個B-以下 就是BB加或以下 那些都是叫高收益債券的 高投資 或者叫高收益債券的 那短期債券 和環球債券 就錄得正數回報的 即是說息升 那些債券價的高收益債券 都是會升的 那倒轉 一些美國國債或者投資級別債券 即是說三個B-以上的一些債券 就錄得跌幅的 那近一點 在1999年到2000年的時候 那投資級別債券 一些企業債券 或者一些高收益債券 環球債券都是錄得跌幅的 那反而國債和短期債券 就有一個上升的情況 那在1999年的時候 會有印象的 那其實那時候就是 就算加息也好 所有債券內 都錄得一個升幅的 即是無論說 投資級別債券好 非投資級別也好 國債也好 什麼債券呢 其實都是錄得一個升幅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是不是加息一定會影響 債券價格的話 其實是未必的 那尤其是我們平台上 很多債券 其實都說的是一些高收益債券 或者一些內房債券 在中國大陸有一個業務的 那其實我們都不會有一個很大的預期 就是美國加息對這一類型的債券有很大的影響 那個原因是 我們會覺得 加息來說 其實對一些 高評級的債券 或者一些政府債券 影響會相對大一點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一個比較上高評級的債券 或者政府債券的息率比較低 那可能10年期的債券 其實只有2%的回報 那如果利率上升 那些人可能遲些去做一個銀行存款 做港幣也好 美金也好 都有2%的回報 那些人就會覺得 我都不需要買一張債券 我直接放到銀行做收益就可以了 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對那一類型的債券 的需求是會少了的 那自然而言 需求少之下 價格也會受影響 那但是 調轉來說 如果一些高收益債券 提供的收益率 如果是有6% 7% 甚至有10% 以上的話 那其實 投資得這一類型的投資者 都不會 叫做不會 稀罕1-2%的定期利量 或者不會 希望放到銀行 只有1% 2%的回報 那他們不會 因為利率上升去到2% 而將那些 我正在買10%回報的資產 搬去做定期利量的存款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對一些高收益的債券 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也要留意 其實我們會 要知道 其實 加息對 債券價格的影響 的情況 是受什麼因素影響呢 那當然 加息的幅度 和速度 都很重要 就是會不會 很快 可能一個月 每一次 議息會議都加了0.25%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對大部分債券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那 其次就是 其實現在的債券價格 和收益率 是不是已經反映過加息預期呢 因為 我都在很多 之前的一些 債券投資講座 都和大家分享過了 其實 我們第一次 說美國加息的時候 都說的是幾年前 兩三年前都已經開始說 美國接下來會加息了 很多投資者都擔心 美國加息會影響債券的投資 其實我相信 加息這件事 都在大家 投資者的 預算之內 其實 是不是現在的債券價格 或者收益率 已經反映了加息的預期呢 其實可能是的 可能大家都已經 期待加息會對債券有影響 其實已經減少了投資 那價格其實已經是一個 不太好的水平 又可能是這樣 剛剛也提過了 一些 各負債券 即是說國債 以及高投資級別的債券 可能投資級別 都還是要比較高 說可能有兩個A 三個A的債券 其實受加息的影響 會比較大些 但是呢 我們就和市場一般人 看的情況有點不同 很多人都會覺得 利率上升的原因 是因為 經濟環境轉好 可能失業率就比較下降 通脹去到比較正常的水平 經濟轉好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是會利好高息債的 高息債 其實都是一些企業發行的債券 在說企業裡面的盈利 或者負債的情況 或者還款能力 都對這些去發行的債券 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 叫做信貸息差 信貸息差 信貸息差就是高息債券 或者我們稱為高收益債券 和各負債券兩者之間的 那個私息差別 就是說 可能有一間公司 去發行債券 那國負債券 可能利率是2% 而那個 我們稱為Yield Spread 或者叫做信貸息差 可能將公司發債 他要給8% 即是他要給8% 的回報 或者我們稱為Wiz Premium 一個風險入價 那些人才肯買的 那他總共發債的成本 就要10% 即是現在的話 就等於11萬 那如果在經濟向好的情況之下 那你會看到我最底的那個點 經濟表現向好 那就自然提升到市場的信心 那經濟好之餘 那發債人也會有較強的常債能力的 那反而他的信貸息差就會收窄了 即是那些人可能 本身要8%的信貸息差 才肯買 現在不是 那間公司 受經濟環境轉好 而他無論還債的能力方面 或者他的配盤數上面各方面 做好了 可能他只要信貸息差 有5%都肯買了 那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那個叫做國際貸成本 其實就會減低 即是本身是8% 現在減到5% 那那個高息債券的價格 反而因此而上升 因為他本身的QPON rate 或者票面息率去定了 那他怎樣才可以令到 他那個Yield到期收益率下跌呢 就是令到那個價格上升了 那其實影響債券其實有不同的因素 那我們會 即有一些因素都會影響到 一個我們叫利率的敏感度 那首先就是講債券類別的 剛剛講過了 不同的債券有不同的 對利率有不同的情況 那如果說國債來說 利率的敏感度就會比較高 對企業債券來說 那第二個就是存續期 那存續期呢 其實就是 意思就是 如果存續期越高的話 對利率的敏感度也會越高 那原因就是 譬如 如果一隻債券 他的存續期 我們叫Duration 是容易這樣解 或者叫兩年的存續期呢 意思就是 當利率上升1%的話 那債券價格就會下跌2% 那所以 如果在一個利率上升的週期 存續期越高的債券呢 就會越高風險的 因為他一路加息 那債券一路的價格會下跌 那如果他的存續期大減 是假設去到10%的話 那利率上升1%呢 那債券價格就會下跌10%的 那當然 這個是數學上計算 事實上是否也受到很多不同因素影響 那另外就是 信貸質素 那其實跟剛剛提及的債券 裡面有些少少的相關 那就是說 評級較高的債券 相比呢 評級較低一些高風險的債券 那個 跟他家公司的盈利增長呢 有較高相關性的 就是說跟公司去自己內部的情況 相關性較高 那反而跟利率呢 跟公民感度來說 就不是太大關係了 那另外那間公司的問題 就像說他的業務在哪裡 其實都很大個分別 那如果說美國加息 那其實對美國發行的債券 或者對一些美國 各方面的公司呢 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那反而對一些 國內的公司呢 或者一些內房來說呢 那如果說美國加息 可能影響不會很大 相反對一些中國裡面 他的國策 或者中國的利率的情況呢 反而相關性會比較大 那很多投資者都會問 那究竟債券的流動性有多大呢 因為很多人都很擔心 我買了一張債券 起碼都投資100萬以上 那會不會我買完之後 想真的要用錢 我接下來假設了 樓價下跌 我用不錢去買樓的時候 會不會我賣不出一張債券 拿不回那些錢呢 那其實債券 跟股票的情況都相似 都是由市場主導的 看回供需求的關係 那一般而言 就是憑我們經驗所得 都看到 港元計價的債券 供應量相對較少的 那而且需求也都很龐大 那買入的時候呢 有一定的難度的 那譬如很多 公司發行一些港元債 其實很多我們叫做一些 國內的投資移民 都是會認購的 那他們每次認購 就說可能是1000萬的港元 那他們買完之後呢 就要擺7年 或者是一個永久性 居民的身份 那所以他們 基本上他們買完 港元債券 他們很少會在市場上賣出去的 那 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買出去 又要找其他東西再買 如果他們不買的話 就擺不到7年 那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客戶 想買一些港元債券呢 都比較上困難 那不是這樣可以賣到給他們的 那倒轉來說 賣出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看到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因為譬如你買出 港元債券呢 其實很多人都願意去 叫做承接的 那我們看到一些 譬如藍籌企業 或者一些知名的跨國企業 發行的債券 流動性很充裕的 而請一些內房債券 那說一二線的內房 其實去發行的債券呢 流動性都很好 那都正如剛剛我所說 其實我們經驗所得 我們就暫時沒見過 有一些投資者去有一張債券 想銷售出去 而銷售不到 那就比較少見的 調轉 有時候投資者想買一張債券 買不到呢 或者要等幾個小時 等幾天呢 那我們有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投資者都會關心 就是我買債券的時候 那我應該去考慮那個價格 還是考慮那個到期收費率 還是考慮那個coupon rate 還是考慮年期 考慮什麼情況比較多些呢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那個價格很重要的 那當然啦 你做投資你買東西 那當然是越低越一定是越好的 那你同一張債券來講 當然那個回報 就是那個價格越低 那個回報一定是越高 那這樣一定是事實來的 那這個圖就是有個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兩張都是由稅安房地產發行的債券 那一張就是 左手邊那張就是2020年到期 那就剩下四年 大概四年半左右 那而右手邊那張就是2017年到期的 那還有大概一年多一點就到期了 那我票面息率就是分別是9.75% 和6.875% 那貨幣方面呢 都會有一點點分別 一個就是美金 一個就是人民幣 那而 而 左手邊2020年到期那隻呢 也都會有一個可熟匯的條款 和提値屬匯權 那而2017年那隻就沒有 那賣出價呢 就有很大分別了 2020年那隻呢 就是一個 我們叫價去做一個買買的 那賣出價就是106.750 那而右手邊那隻呢 那賣出價就是100元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猜一下 究竟 哪一張債券那個 我們叫做到期收率是比較高 那 通常我會說那個seminar 其實都給小時間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看一看 估計下哪一張 那個到期收率比較高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一看了 那大家看到呢 那個數據到今天的 12月1號 那很多人 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的觀眾 會不會都覺得 咦 17年那張 100元便宜6元 那一定回報會高一些 或者那個優勢會高一些 那但是你看到的情況 不是 原來左手邊那隻到期收率更加高 那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留意 那個票面息率 雖然你買的價格 你是多了6.75 即貴了6個幾 那但是你除了4年來講 其實你每一年都是叫做 貴了一個多 即一個多 那但是你看看那個票面息率 左手邊那隻呢 其實有9.75% 右手邊那隻呢 就是6.875 那大概的相差是接近3%的 那所以 考慮了票面息率之後呢 那其實那個淨到期收率呢 就是左手面 2020年那隻會高一些 那所以就是 那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大家去留意這張債券 投資那張債券的時候 反而那個淨到期收率呢 就是比較上重要一些的 那當然了 你說那個年期 你票面息率或者其他的價格 當然重要了 那但是 到最後 你覺得那個回報是多還是少呢 其實都是看過到期收率的 那而我們平台上面呢 就會叫做用一個淨到期收率的 那我們或者叫做YPM 那這個意思就是呢 我們假設 即是計算上面呢 已經是扣除了我們平台上所有的費用的了 那說著我們平台上面有一個 處理指示費用 0.35% 還有一個叫債券的平台服務費 每一季0.05% 那其實在計算上面呢 已經扣除了 就是簡單說 假設你在今天 你用到106.75這個價錢 去買瑞安發行2020年的美金債的話呢 中間我假設去沒有提早熟回 也都沒有一個違約的情況 你一直都拿到去2020年的5月19日 即是四年半後 你拿回100元 雖然你現在你給價錢比較高了106.75 但是呢 你每一年的回報呢 都大概有7.78%的 那這個已經是扣除了我們 就是你買的時候 0.35%的處理指示費用 還有呢 你每年的計算上已經扣除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用我們那個網站去看 債券的資料 看那個收益率呢 其實已經是計算出來 被知道 你叫做代落袋的回報是多少 就不會說 我們出來的收益率是7% 那但是原來我們又要扣些什麼 全倉費 又要扣些代收利息費 又要扣些買賣的費用 原來是只有5%的回報 那這樣 我們就不會這樣的情況發生的 好 那今天那個表演 就 基本的資料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到最後呢 都想跟大家有少少的分享 因為我們這一排呢 都會有一些叫做每週精選債券的 那就是我們的一個 即是內一個 In-house的研究部 去看看市場上面有什麼的債券 是比較上 叫做 interesting 一些的 可以給大家 給大家知道的 那就是 有一個叫做文章 就說一下公司的背景 去看債券的情況 或者有沒有什麼特點 去給大家看的 那大家都可以隨時上我們 Bonds at FSM的網站 去看債券的資料 那有文章 或者有個別的債券資料 也會有的 那其實 這三個月 其實有一張債券 就特別受我們的投資者歡迎 那張債券就是由來保集團發行的債券 那它的債券到期就是2020年的1月29日 是一張美金債券來的 那剩餘年期就還有4.16年 那 那 息率呢 就是固定 息率就是6.75% 就是每一年的派息就是6.75% 都是每半年派一次的 而那個級別呢 暫時還是BAA3和3個B- 那由目的和標準普爾去評級 那 那為什麼 近幾個月 那些投資者會對這張債券這麼有興趣呢 這麼多投資者去應購呢 原因就是你見過價 都看到是 去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了 那說到今天為止 那參考價是75.651 那 那個 正到期收益率呢 就是上升到14.89%的 就是說 如果你投資這一張債券 你 你欠到到期 你用75.651去買 你每一年會收到6.75%的利息 那而到期呢 也是會拿回100元的 如果那間公司中間沒有出現任何違約的情況 或者沒有任何拖欠的話 那 那 暫時來說 他都算是一張投資級別債券 就是根據標準普爾木迪比他的評級 那所以呢 很多投資者都會覺得是一個投資機會 那 那 14.89% 其實已經是扣除了 我們平台上所有的費用 就是剛剛提過的 處理知識費用 或者 平台服務費 預計的那個數目 我們都已經是 假設扣除了 計算出來的 那 或者簡單說一下 這間公司 因為很多人都未必會很熟悉 究竟萊寶是一間什麼公司呢 那 其實萊寶是在新加坡上市的 那它是 富時海峽時報指數成分股之一 就是 類似 等於香港的恆生指數成分股 因為 新加坡那邊都會有一個index 那就是叫富時海峽時報指數 那 那 2015年 就是今年 這間公司 內部這間公司 就是入了財富世界五百強的 那它就排名第七十七 那 所以你看到其實它的規模 或者實力 都是相當 就是叫做有的 那 那它公司的規模 都很龐大的 那 2015年 上半年 它的噸位 就是1.33億噸 就是 它這間公司主要做一些糧食的 就是 的 的 的業務 或者一些 商品的業務 那個收入呢 就達到三百五十億 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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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一家相當巨規模的公司 說過百億港元的市值 來補暫時都是給三大評級機構 目的、標準普爾和惠譽 標準普爾和惠譽都是一個投資級別的債券 但是我們看新聞也會看到 其實現在來補都會有很大機會被下調評級 為什麼它的價錢會這麼低呢? 即是說它的債券去75 甚至乎它的股價也跌了很多 原因就是它在3月份的時候 被一些沽空機構 例如運水等等的沽空機構 就說它的會計準則或者盤數做得不好 或者說它在中間有些 審查的過程之中有什麼問題 其實它一直都有做一些澄清 說回公司其實不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其實投資者或者市場上 對它的信心 都是轉弱了 其實我們看回它最新的資料 說它在11月12日公佈了第三季的業績 即是9月30日 說它的淨利潤就是按季跌了84%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按年也是跌了47.8% 差不多跌了一半 說今年第三季和上年第三季比較 而那個淨利潤就是1.94億美金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它在一些金屬或者抗業的業務者 它表現做得不好 說它第三季 這兩項的業務 虧了大概7000萬美金 我們也會看到 它也有一個叫做不利的消息 就是它的財務總監 也都是辭任了它公司的業務 即是這間來補公司的業務 在投資者對它沒有很有信心之前 我們相信它的債價或者股價 其實都是做得 不會說很好 但是很多投資者都會 看到投資機會就是 覺得這間公司 亦都是中糧旗下的一間 即是叫做中糧有入股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slide 其實說中糧 大家都會熟悉的 香港的投資者來說 亦都算是一個有隔壁背景的公司 在2014年4月3日 即是剛剛去年的時候 中糧油的控股股東 中糧集團 斥資大約15億美金 即是117億港元 收購了 經營農產品業務的來補集團 旗下的來補農業 51%的股權 其實就是叫做中糧集團 其實都跟中糧集團有些關係 所以有些投資者亦都覺得 中糧集團應該都可能某程度上 會在來補的業務上 有一些幫助 對它是有 比較上有一點信心的 亦都會覺得 現在這個 債券的價位 或者它的優勢是相對吸引 所以很多投資者都會 去探索這個投資機會 所以就看到 在這幾個月內 其實來補這隻債券 就是比較上受投資的 歡迎的 而另一隻我們有曾經提及過的 精選債券 就是每週精選債券 就是恆大2018的美元債 這隻債券就說 不是這三個月 說是我們 從開始做債券業務來說 到現在為止 就是最受歡迎的債券 恆大在我們平台上有三個債券 一隻是2016 另外一隻是2018 和一隻是2020 2016那隻就是一個人民幣債券 2018和2020年都是美金債 我們會看到 投資者 就會對這一類型的債券 就是 收益率比較高 和年期比較短 會比較受歡迎 我們明顯看到 2018年的債券 比恆大發行 2020年的需求大很多 基本資料 這個債券就 2018年10月30日到期 QPON rate 就是固定息率 就是8.75% 都是每半年 買息一次 如果剩餘年期 就是2.91年 即不到三年就到期 都是一張美金債 說到評級 當然沒有剛剛來過的那麼好 這一張我們就叫做非投資級別債券 或者叫做一個 高利用的債券 評級就只有一個 B 參考價 就是101.625 我們看到 恆大其實這陣子也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都令到 債券的價格利好 譬如說 在內地發行 債券是一個比較低息的 情況 即是說他剛剛六月份 在內地 境內發債 他發張五年期債券 息率都是五點多 我們會看到 明顯地恆大 但是在國內來說 知名度 我相信是比較高的 國內的三大評級機構 其實都比他三個A的最高評級 所以國內的人士或者投資者 可能對恆大是 比較上有信心 他用一個比較低的借貸成本 即是說五年五幾 其實都很多人去認購 我們會覺得對恆大來說 整體是一個好事 我們會覺得 他用一個 可以能夠有能力 用一個比較低的 借貸成本去發債 其實是會有利 去做一個refinance 再融資的情況 我們就覺得 對他的違約風險 其實就大大減低了 除此之外 他也都 最近公佈了一些業績 我們在下一個 slide 再跟大家分享 他業績也都做得相對好的 所以這個價 我們都看到 很前排 九十多元的水平 都上到 100元以上 去到101.625 亦都令到他的正到期收益率 只剩下7.9% 雖然你說 好像 回報來說 現在就沒有那麼吸引 因為恆大這張債券 到期收益率 也是超過10%以上的 當然現在就相對沒有那麼吸引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看到恆大 其實他的 業務狀況 其實相當 不錯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樣的 到期收益之下 亦都反映了他公司的風險水平 那這張債券會有個特別的情況就是 他會有一個贖回的計劃 那麼說法韓人 即恆大地產 他可以在 2016年 10月30號 和2017年10月30號 分別用104.375 和102.188 去贖回這張債券 而正贖回收益率就是 11.6% 和8.8% 那 如果將債券 即是被提早贖回的話 其實回報 是更加可觀的 一講 他贖回的價 是比較 比100元 或者比現在的現價 更加高 因為將債券到期的時候 其實都是拿回100元 但是如果他提早贖回 是會用104和102贖回 那麼 贖回收益率其實就比 這個到期收益率就更加高的 所以如果真是他提早贖回 其實對投資者來說 就未常不是一個好事 那麼 剛剛都說過了 其實 恆大就公佈了他10月的 那個銷售的情況 那說著他2014年 即是上年度 他全年的營業額 就是1,114億人民幣 其實都有按年增長大約兩成左右 那麼至於今年 2015年頭10個月 其實他的總銷售金額 已經去到1,545億 按年上升了44% 那其實都是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 那麼也都呢 頭10個月 已經超過了全年的合約銷售目標了 1500億都已經超過了 超過了3% 那麼所以恆大也都出了一個公佈 出了一個公佈 他上條全年的合約銷售目標 去到1,800億人民幣 那麼我們都可以看看 其實恆大到最後 去到今年的12月31日 其實最後會不會做到1,800億的 那個銷售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了 那麼在2011年開始到2015年 那麼一個叫做年中的數據 那麼無論營業 雖然他的負責比率是相對比較高的 但是呢 看回他的營業狀況 或者他的銷售情況 其實我們覺得是理想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 那個的 呃 呃 就是去到這裡為止 那麼其實呢 大家會看到左下角 有一個叫聊天的模式的 那麼如果各位有問題呢 是可以在那裡即時去發問 那麼 那麼我們會有同事去做一個 就是篩選一個問題 再跟大家去解答 那麼如果現在大家有問題可以在那裡去發問 那麼我看到有 投資者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要在 即FSM上面營購債券 而不在銀行呢 那麼其實中間有些什麼分別呢 那麼都想跟大家去講一講 那麼其實 嗯 當然你投資債券 不同地方會有 那麼說銀行也好 證券行也好 我們FSM都可以投資債券 那麼其實 主要的分別就是呢 我相信我們那個收費的模式呢 會比較上清晰的 那麼我們是會收一個0.35%的處理指示費用 以及收0.05%的一個叫平台服務費的 那麼我們也會計算一個勢力 讓客戶知道 那麼以我所知 銀行的收費模式呢 很多時候他都說他自己沒有收費 或者他說他收費很便宜 可能500元1000元的手續費 那麼但是呢 很多時候那個 那個收費模式的 那個狀況都會呢 在那個我們叫一個買賣差價 上面去收的 就是會有一個 spread 去收 那麼呢 那我講的 譬如我做個例子 譬如 譬如 譬如有一個賣差價 其實都很難知道的 那只要那個 就是其他的分銷商 銀行也好 其他也好 他跟你說 現在的價格是103 104 只要你覺得 計算完出來 你的腰你能夠接受到 你就可能會去投資 但是其實呢 調轉了 你把一張債券賣給他的時候呢 他可能用回97 98元給你收 中間呢 他幾個%就是他的 叫做一個收入來源 或者是他的回報 而 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現在跟幾間的一個債券 債券 我們叫做Bond De La 是有合作的 那如果有 投資者說 我對我的債券 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是會幫客人去 召售的 那我們會問我們 那麼多間的Bond De La 他們有沒有貨 那如果有貨的話 他們的價錢是多少 那我們就會幫客人去價價的 那可能有一間出100元 有間出99元 有間出98元 我們就會 拿最便宜的價格 98元就直接給客戶的 那麼我們中間就不會再去收取任何的 差價的了 那麼 主要的分別就是這裏 那麼我們也都看到有投資者問 就是 來保 將債券 如果他被 被評級的話 其實對 債券價格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呢 我們會看回那個狀況 那現在 即是說來保一張債券 去暫時投資級別 都是3個B減 就是剛剛在投資級別 的評級 那裏 那我們看回 如果同一個 同一個年期 同一個投資級別的 債券 即是說 來保這一張債券 如果他 大概 被單規 連續被單規七個評級的話 即是去到大概一個 Single B 那麼 他的優勢就是 差不多去到這個水平了 那麼所以我們會覺得呢 如果他被 被單規 被 降過評級 如果他不是被大幅下降的 可能只是 下降到 BB 或者BB加 我們不會覺得 對他的債券有很大的影響 那麼當然啦 因為你知道債券投資都是會受過 市場的氣氛 或者是市場的情緒影響 可能短期的震盪 或者短期的下跌 會有的 但是我們覺得 會不會是一個長遠 令到他的價格 會繼續 去一個長遠下跌呢 那就 應該這個情況 不會發生 那麼也都有投資者 問一個問題 就是 二手債券 和一個首次認購債券 那麼對投資者的分別 在哪裏呢 那麼 首次認購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其實我們現在平台上 都是有一個 我們叫 IPO 幫 就是一個 新發行債券 是說一個 一手債券 那麼 那個分別當然就是 你用一手債券 一手發行的時候 去買 就是可以 保證你用100元 或者以下的價錢去買 因為通常我們見到都不會說 我發行債券 我用100元以上的價錢 就不會的 那麼也都會 叫做 大家都可以預期到 那個回報是去到哪裏 那麼當然了 你二手市場上面買 你都可以預期到你的回報 因為你知道你買的價格是多少 你知道 的QP是多少 知道什麼時候到期 但是那個分別就是 你如果 二手市場上面買 你就可能有機會用一個日價去買了 那也都有投資者問 就是 如果這陣子想入市 就是我想他都想說 說是想買 如果投資債券 那什麼類型的債券 比較上看好呢 那麼其實 剛剛都有一點點提過一下 那麼其實我們都會 預期啦 美國加息啦 那麼其實美國加息呢 我們都會覺得一些的 企業債券 尤其是 非投資級別的 就是說三個B減以下那些 非投資級別債券 我們會比較上看好的 尤其是一些 內房債券 我們都是相對看好 原因就是 我們會看到現在 中國政府的國策 都是挺支持內房的發展 例如他取消限購令 在某些的城市 又或者他現在 很多的 內房企業 在 內地發債 在一個境內發行 債券的時候 都是用到一個比較相對低息 利率去發債的 我們會覺得呢 這一方面是 對內房的 那個 貸款 或者他對他 整個 平衡券來說 是會有一個 比較上 一個好處的 也都會支持到他 境外債券 在香港的債券 的一個價格 原因就是 我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 在內地發行 減少了 在境外發債 例如在香港發行 在新加坡發行 相對現在是少了的 在說 他供應上面 即一些境外債券 供應上面 不會無限量供應 但是也都市場上 對他有需求 就會令到 價格上 會有一個 比較上大的支持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們的網絡 也會有 在我們公司中環的辦公室上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們的網絡 如果大家對 債券有興趣 甚至乎對一手債券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可以上發我們的網絡 我們有一個叫 新發行債券的一個版面 大家可以 登記了 一個新發行債券的資料 我們一收到 一些新發行債券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SMS的情況 或者用其他渠道 去通知客戶 大家就可以第一時間 就知道 市場上那一天有什麼 新發行債券 可以捕捉到最快的機會 去投資的債券 那今天的 介紹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 我們不要緊貧窮 我們下一個 一個新發行債券 我們下一個新發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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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27 720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